编号70162 记忆寒星 末世降临 红月轻覆 大地陷落 文明湮灭 少年背负着所有人的蹊跡 携手另一半人格脱壳而出的意识人 踏上了旧式之旅 他们造访了无数星球 是为寻找传说中唯一幸存的世界术 漫漫星河 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止 编号70100 造物主 来自尼比鲁星球的外星文明 可以将自己的傀儡幻化出人文明中神的模样 其实自身与人类的长相并无区别 本包觉得这个傀儡的设计 在局内看来确实挺阴间的 威慑力很足 编号70132 助手设定 本体设定是一个天才研发工程师 为了让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 所以给自己设计出了一个助手 可以代替自己出席对外活动 社交等等 对内还能照顾自己一世起居 编号70128 赛博绅士 未来世界背景故事下的执法官 与他的仿生人武助手 这个作品作者没有过多的描述 但是本包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风格很特别 编号70107 阿佛冰魄之心 是否会在竞技中超越人类 是竞技类而念向大众开始变存在的问题 皮肤把原歌设定为将退役的花花选手 而傀儡设定为使用原歌本体动作数据的全歇 他们将在原歌的羡慕演出上为观众带来跨越虚拟与现实的精彩表演 编号70171 能源传说 原宇宙中钻研黑科技的原歌 通过能带来色彩之力的科技元素 能源方块 从传说中的虚拟空间穿梭而来 能源之后判断是非黑白 传送搭档 用色彩之力和几何元素能源方块战斗 他们同为战友 配合完美 净化世界 维护和平 编号70177 顺影 少年正在玩VR游戏 一阵蓝光闪过 他进入了游戏世界 手上的VR控制手套还链接着某个东西 他回头看见了游戏里他所操控的机甲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惊喜就在面前 二人组合名为顺影 意为迅捷如风 编号70155 阿图姆之歌 原歌是《新纪元》中 沉迷于复原古埃及神乐的偏执艺术家 他在充满光鲜与科技的世界中探寻过去 触摸遗失的岁月 阿图姆 黄昏的太阳 无处寻觅踪迹的我 舞台上 华丽的傀儡是艺术家追求的极致完美 编号70130 逆驴者 未来能源崩坏 世界的低等生命体 吸收了被破坏的能量辐射而成了变异体 人类为了获取能源 则要隐匿魔兽 原歌为了修复 因树立魔龙和凤凰而残损的傀儡 塔上窜缩过去 与未来的时空冲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